孩子在那个汤姆猫扑跑这款游戏 然后充了4600多块钱 它是中午的时候 中午12点50左右 然后充了一笔648的 然后在晚上6点多到8点多 连续充了6笔4,646 目前我们的游戏呢 都是有根据国家规定 接入防守的系统 游戏都是需要听过自己实力验证的 比如说有小朋友 拿着父母的手机 或者用父母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消费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游戏有没有设置一些 比如说规避的措施呢 非常抱歉 这个目前呢 超过了我们这边的大付钱限大 大部分游戏公司的实名认证系统 仅仅是通过身份证号和姓名匹配 来完成实名认证 给未成年人利用他人信息 进行账号注册 留有较大空间 并未充分利用现有技术 来识别未成年人主体 比如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 或者其他有效认证 所以该类事件应当引起多方关注